80年代的四川火锅 啥是味道呢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 火锅地料是啥是好的 这个实在没这个功能添加剂 所以说我们这个火锅地料又叫牛屋火锅地料 首先第一步 熬牛油 600斤牛油 先熬到牛层油温 180度好 葱姜蒜下锅 大蒜下锅 来 三点层豆瓣下锅 加豆瓣原因是增加点酱香味 辣度不靠它 豆豉下锅 喝到起草 三种芝麻还要下锅 这个是始祖红三号 来 这个是炒铁椒 来 这个是二斤条 冰糖下锅 香料下锅 腦汁下锅 花椒下锅 为了我们这个叫牛屋火锅 给大家讲一下 哪牛屋 无香精 无色素 无辣椒精 无小泡剂 无真香剂 无防腐剂 这六样东西我们是没得的 说来听点儿八十年代的火火锅 它这个时候就没得的东西 麻辣火锅 麻靠的是什么 我们的汉油花椒 辣靠的是三种海椒二斤条 炒的叫十足红三号 那么它的香味呢 是春天来的香料炒出来的 这个火锅特色是什么 麻辣 滋味 春口 但是它不会吃到火 来煮 料煮 越煮越香 这个火锅你拿回家了之后 只需要加清水和高汤 熬它一刻钟到半个小时 让它香味释放一下 记得不需要炒了 因为我们在锅里面已经给你炒好了 对了 颜色香味都出来了 快火 那我们火锅尾仪的高火锅 几斤下锅 这个是白酒最后加 真香的 你还的颜色好漂亮 这种老四川麻辣火锅 就炒好了 这会儿还不能怪装 稍微降温以后 我们就把粉装成小包装的了 到时候你收到的 就和锅头的一模一样 好 把火锅射备 试下的小调整